考古专家在千年古墓中发现大量蓝色骨骼,那种深入骨髓的蓝色令考古专家很是惊慌,难道墓主人是个外星人吗? 2013年,考古队接到消息称,云南省祥云县大波纳村开挖蓄水池的时候,一处古墓遭到了严重破坏,考古专家紧急赶往现场,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,专家发掘的这些蓝色海蛊,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出现,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 这些蓝色海蛊又是从何而来呢?专家翻阅了资料发现,大波纳村这个看似不起眼且偏远的小乡村,其实有着一段不平凡的过往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。 在进一步发掘后,他们确定眼前的这块地里埋藏的是一座2000年前的古墓群,他们在挖掘过程中找到了这个棺果,但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,他们还是无法得知这座古墓群究竟出自哪个朝代。 这些谜团让考古专家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棺果来一探究竟,因为这批专家们得知这个村子附近曾经出土过重量级文物,人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找到战国时期的千年古墓,那件事成了考古界的一大新闻。 还记得1964年人们在这里找到的国宝级青铜器大波纳铜关,让这个村子成为了焦点。 所以说,村民们对于这里出现千年古墓这种事大多已经不觉得稀奇了。 从他们在墓里找到的这具墓冠来看,从构造来看,这个看上去很复杂的墓冠足足有四层光果,上面的墓纹仍旧清晰可见,这说明这个墓冠的密封性很高。 他们在这个偌大的墓葬里发现了很多青铜制品,从他们的重量来看,这在中原应当是王侯级别的墓葬。 有人说,能用拥有这样的墓,他的主人至少得是一个不足的首领,从历史因素来看,这里在两千多年前,确实很繁华。 这让考古人员们更加好奇,眼前的这具墓冠能够告诉他们什么信息。 他们揭开棺盖的时候,发现躺在里面的不是白骨,而是一种看上去纯度很高的蓝色人骨。 这个颜色将围在墓冠旁的专家们吓坏了,他们当即停止了考古工作,急急忙忙地穿上防护服后, 再次来到了战场。 在那之后,专家们对拿下的战果感到诧异。 他们在这次挖掘中,发现了不少蓝色人骨遗孩,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? 参与到此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们,查阅了各种古籍,也没找到有关蓝色尸骨的记载。 看着眼前的蓝色的尸骨,他们感到无可奈何。 难道说,影片里的蓝色皮肤人种真的有可能存在? 问题是,这些人的骨头也是蓝色,他们从未见过这种现象。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看到的现象,难道说他们是陪葬人? 带着不安专家们开始继续挖掘。 诡异的事情再次上演,他们另一座墓葬里找到了一种没有任何接口的独木官,能够使用这种方式下葬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那就是他生前的地位绝对不同常人。 诡异的事情再次上演,他们另一座墓葬里找到了一种没有任何接口的独木官,能够使用这种方式下葬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他生前的地位绝对不同常人,独木官被人们打开后,人们才看清这独木官的内部小得可怜,长度不到一米四,宽仅为二十七厘米左右。 这看上去似乎只能容下一位婴儿,而墓里的种种事迹都在告诉人们这独木官里并非婴儿,可除了婴儿,还有谁能被装进如此小的独木官里呢? 最重要的是,这里面的骨头也是蓝色,迷提连着出现,让专家们越发好奇,他们找到这些诡异的蓝色人骨,究竟想要他们什么? 最奇怪的是,按理说这些墓葬都属于合葬墓,最多的墓葬大约有十几来人,人们却没有找到能拼出一具完整的骸骨,这里究竟都经历过什么? 还有一点人们也感到十分困惑,那就是这个墓群里虽说有不少大墓,但这里也分布着一些小墓,这些寒酸的小墓里躺着的却是白骨,在这里,人们没有找到一根蓝色骨头,这其中究竟有怎样惊人的故事? 但是,带着千万个疑问,专家决定还是先来鉴定一下这些蓝色人骨,鉴定的结果表明,这些蓝色骨孩大多都是年轻男性,他们死亡的时候,年龄大多处于20到25岁之间,他们为何会在这段美好的时段里纷纷去世? 并且无一例外的都尸骨不全呢?从专家的推测来看,这件事还真没我们想的那么复杂,蓝色人骨并非什么新奇人种,它应该只是在人去世后, 将骨头染成蓝色,或者说,这可能是这个曾经辉煌过的不足的一种身份标志,或者说,它可能是当时部落里的人们对牺牲者地位的一种认可,这么看来,这些人骨不全的原因的,很可能是因为惨烈的战争,从历史记载来看, 大波纳村曾经的地理位置,属于北林中原,南街缅甸,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可谓是不愁钱也不缺粮,再者,这里是交通要道,从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,所以有一种说法指出, 两千多年前,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,很可能有过一次惨痛的大战,这些人出征作战,去世后,人们只能将这些躺在沙场上的骨头捡回来,然后埋葬起来, 介于他们在这里拾取的骨头太多,混在了一起,自然也就分不清这些骨头究竟是谁的, 毋庸置疑的是,这些被染上颜色的遗骨,和这座墓里的白骨相比,蓝色人骨生前的身份绝对要高出一等,他们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有着特殊的贡献, 或是一些地位尊贵的人,才能享受到这种级别的墓葬,其实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好质疑的,毕竟每每提到我国的历史, 人们就会感叹这段历史远远流长,五千年的历史里,写下的是各大不足的覆灭,以及各个朝代的更替情况, 这些悠久的话卷讲述着沉睡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篇章,这其中会出现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来展示身份地位的现象,不算稀奇, 虽然种种文物都在证明墓主人高贵的身份,但是专家却发现棺木和墓主人的身份不相匹配,棺木的尺寸狭小,只能成下一个年龄不大的孩子, 根本成不下一个体型正常的成年人,那么里面躺着的会是谁呢? 专家在棺果中发现了一把木质的小斧头,还有散落的几颗牙齿,其他的再无任何关于墓主人的线索, 专家推断,这个独木棺中很有可能,埋葬着的不是一个带肉的遗体,而是遗骸,也就是说,墓主人在去世后多年,尸骨被重新移到了独木棺内,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未成年的孩子,还是成年人二次下葬了呢?墓主人身份成迷, 接下来整个大波纳墓葬发现的蓝色遗骸,让这座千年前的古墓更加的扑朔迷离, 千年古墓中出土大量蓝色骸骨,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?考古专家发现的蓝色骸骨,不同于之前发现的白色骸骨, 它们浑身透着鲜艳的蓝色,像是被浸泡过一样。 而且,专家还不止找到了一块,而是找到了一堆,有些人是单独被埋葬在一个墓穴中, 有些则是几个人混合埋进同一座墓葬。 这些蓝色骸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,有不同的说法和猜测, 如果是下葬时穿的蓝色衣服吊骰,不可能染到骨头里, 如果是下葬的时候遇到了蓝色物质混入墓葬中,也是不大可能的, 毕竟墓葬中大量的积水,就会把蓝色物质给稀释,冲洗干净,也不会给骸骨染色。 专家有个大胆的推测,这些骸骨上的神秘蓝色是人为染上了, 他们也经历了二次葬,染上蓝颜色,或许也代表了身份地位不同, 在考古专家发掘的过程中,当地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, 他们认为墓葬中埋着的是白子国的白王,那是他们的祖先, 他们也坚信是白子国的后裔,村民们还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祭祖祈福仪式, 根据考古专家实地走访了解到,当地人的丧葬习俗是多种多样且随意的, 从发现的清朝时期的陵墓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, 海谷上的蓝色也成了萦绕在考古学家心头上的难题, 丧葬习俗随意的民族,在海谷上涂抹蓝色颜料有什么特殊寓意吗? 让人惊讶的是,在附近不远处的地方, 考古专家还出土了鲜红色的海谷,跟蓝色海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 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联呢? 专家把蓝色海谷拿去化验室进行了成分分析, 这才有了惊人的发现,海谷上的蓝色成分, 竟然是稀有的蓝铁矿,蓝色矿石颜色非常美丽,数量也非常稀少, 古人在些海谷上涂上蓝色的铁矿当作染料,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, 这些蓝铁矿原本是浅蓝色,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发黑,变成深蓝色, 虽然蓝色海谷的成因已经找到, 但是古人为何这样做成为了不解之谜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